他不只是個別的教 他還強調小組的教學 還強調學生和學生用 pair的方式 就是兩兩說的方式 另外他還很重視全班一起教 就是我們說班集體教學 就是全班同學一起教的時候 我怎麼處理 因為如果我們老師有兩三個學生 你用英才師教的方法教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有十個學生的話 你就不可能用十個方法去對十個學生 對不對 所以你有時候就要把學生去 比如說十個學生 你可能就把它分成三大類 一個一類就是high 就是他的程度比較好 或者是他的準備度比較好 他的背景比較多一點 華語 那一類就是他一般班 其實中間一般班的那個學生 是佔最多的 對不對 大概都佔到七八十percent 那另外呢 可能你的班是還有零起點 零起點 他完全是在狀況外的 好 那你這時候就需要差異教學 那差異教學的背景 他本來是發展是為那個天才兒童 因為他發現了 哎 這些超能力的學生可能很小 幼兒園他就可能 他就已經 我上次看到一個幼兒園學生才五歲吧 他可以做四千個福利挺身 那你說他是個天才 他在肢體上面是天才 對不對 我們一個都做不起來 他五歲他可以做四千多個 全身都是雞肉 很好玩吧 所以參與教學呢 我們也會看到一些理論 就比如說美國哈佛大學講的 多元智能 好 所以多元智能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環境我們都覺得智商很重要 對不對 你的智商 我們說比如說一個人的智商 假設是七十 他可能就跟不上別人 那一般人的智商大概是一百左右 那如果你的智商測出來是一百二十六 哇 那你就是天才了 好 所以他有個指標的數字在那邊 問題是有一些天才 就像我們傳統說的 小時寥寥大為利家 對不對 小時寥寥 寥寥的意思就是很了不起 哇 就像我們從常聽 比如說曹操的兒子叫曹聰 曹聰對不對 那個故事 就是說有一次人家就從東南亞 那邊送一個大象送到東北去 那曹聰就很想知道 哇 這麼大的一個動物 他到底有多重啊 他問說他所有的官員 所有的官員都打不出來 因為沒有沒有蹭嘛 苦手後沒辦法嘛 後來呢 他就 他的兒子才七八歲曹聰 就說哎我有一個辦法 我們呢 把大象拉到船上 那看船 呈下多少 然後在那邊畫一個記號 然後再把大象呢拉走 然後我們呢就把石頭小石頭 放到船上 放滿了讓他呈到那個 一樣的剛剛刻度那裡 然後我們再用小秤 就像我們秤菜一樣 一個一個的石頭去秤 秤了以後加起來 我們就知道大象的重量 對不對 但是這種小孩 像曹聰這種小孩 就是小時了兩 小時候很棒的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歷史上也看不到 除了知道曹操以外 好像只有聽到曹聰這個故事 也沒有看到他比他爸爸更厲害 好 所以呢 就是大衛逼迦 就說這些天才兒童 我們要怎麼幫助他 好 所以差異教學本來是 for這些天才兒童的 後來呢 就發現 哎 這個東西在一般般的教室裡面 也非常有用 好 所以呢 其實我們說天下本是一家 天下沒有什麼歧視 所以當中國人講 英才思教的時候 美國那邊 他也在想 我們怎麼幫助每一個學生 所以這個就是 東西方都有這個需求 東西方的教育界都有這個需求 但是發展出來的理論呢 就不太一樣 所以 比如說 我們東方人 比較是模糊的 我們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怎麼做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它弄得很清楚 好 比如說我們會煮菜 你問我 你問我 叫我出師父 我說我不知道耶 我那個言就是這樣做 我能不能告訴你我即刻的言 好 我們做東西都是 有一點藝術家的手法 呵呵呵呵 可是在西方 他弄得很清楚 好 就每一個細節他都告訴你的很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呢 這個差異教學 我們會用西方的理論 帶進來 好 但是呢 這個是 現在我們每一個可能都需要 不管你是教幼兒園 因為我自己在新加坡 一所大學也是 每年都有六七十位幼兒園的老師 好 那我們就 呃 會分享很多這些食物的經驗 所以呢 不管是幼兒園 像我自己的range就很大 我可以從幼兒園的老師 教到高中老師 好 所以這個range呢 呃 就是可以幫助 好 我們用一種方法去思考 面對不同年齡的孩子 面對不同的教材 對不對 每一個人的教材不一樣 好 所以 用一種方法來 來去 應用轉 呃 轉化 好 應用和轉化 所以差異教學其實很需要老師 作為一個彈性的老師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老師很難啊 每一年喔 你要去 想你要面對新的學生的時候 你知道台灣老師呢 如果是基督教徒他會去禱告 要寫幾個詞彙 第二點 要用這個詞彙寫句子 好 那他那一天呢就不知道 他先 第一點說 你們要回家寫句子 第二點要寫詞彙 拿幾個詞彙 結果那個自閉症的孩子啊 他是天才兒童 他哭了一整天 為了老師只是把這個順序調整一下 他就哭了一整天 那你就知道其實你面對不同的孩子 你要有不同的方法 如果你正好碰到自閉症的小孩 你每天的那個規律性 一定要很規律 不可以隨便變化 那如果你碰到是好動的兒童怎麼辦呢 現在越來越多 可能他們喝的 就是塑料的飲料啊什麼的 所以你們好動的兒童 我們也跟老師說 你讓他在後面走沒有關心 可是你要跟他約法三章 你不要去吵到同學 好 包括等一下我們會分享的一個 多元智能 因為有些小孩子 他坐在你前面 他會這樣轉秘 那有些小孩子想要叫口腔糖 那如果是美國的孩子 他是躺在地上學的 然後呢穿個短褲脫鞋 然後腳可能敲在桌子上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在學習呢 有 所以你不能管他 所以你要知道你面對的孩子 是怎麼樣的孩子 因為你管他 他就不願意學了 好 所以你要因著他的一個 這裡面當然有文化的意涵 對不對 因為西方的人比較自由 他覺得我就是個人主義嘛 我要標榜我跟同學不一樣 我真的在美國教的時候 那些孩子啊 他真的是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 跟微踢板很髒 他們當然從來不想這個問題 他們通通躺在地板上 呵呵呵 然後等到要用電腦的時候 他們再坐起來 很好玩 就是 但是 只要他們有在學 我的教室管理 他沒有吵到同學 我都讓他很快樂很自由 在那邊躺啊坐啊 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 差異教學的一個精神 好 那有些孩子呢 他可能坐在那裡 一直在口袋裡面放個鑰匙 叮叮噹噹 吵你 那其實這種孩子 他其實是需要 我們說Physical 他需要身體的一個觸動 他需要去碰一個東西 抓一個東西 或者咬一個東西 他才開始學習 不然你禁止他做這個動作 他就shut up 腦筋就shut up 所以像這種情形呢 我們也要了解 現在的孩子 非常的多樣 多元又多樣 你知道美國那個學校呢 竟然 花了一大筆錢 請了一個Director 叫做Diversity Director 就是多樣的主任 所以他在學校裡面呢 就專門去針對 學校裡面的這種多元 多樣的情形 去做建議啊 或者去關懷啊 所以呢 以後我們的老師 面對的不是 一群學生 而是一群 多元多樣的 每一個都有個性的 就不是一群的 就是一個個一個個 就像小地鼠一樣 這裡貓出一下 那你貓出一下 因為好不容易安撫了這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邊地鼠 又從洞裡貓出來 那教學越來越難 那今天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 先了解什麼是差異教學 那我們導入一個 新 比較新的 這個差異教學法 它其實沒有一個教學法 它其實也是要用很多的教學法 所以我們說 但是它有一些精神在那邊 那我昨天一直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要看學習發生了沒有 我們不是看 我教的好不好 而是 我在教的時候 學生有沒有在學 這是我們要思考的一個 核心的一個精神 以前我們傳統就是 我教他一定學 可是現在呢 我們已經知道 我教他不一定在學 他有很多吸引他的東西 他心裡可能想 等一下我要去玩電動 他心裡可能魂有四海 他根本不是 我們現在說要 teacher present 老師你要在現場 可是我們發現的 老師在現場 student don't present 其實不在現場 所以你要把他抓回來 physical 他身體是在這裡 可是腦筋在不在這裡 他桌耳聽進去 又有可能出來 可能根本沒有 桌耳都沒有聽進去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要觀察學生 要觀察學生 你要懂得看懂學生 包括我昨天講的 心理學他們做了很多的研究 你看學生的眼神 他往上去掉的時候 他不是對你不禮貌 他是在記憶庫裡面去思考 去掉 掉東西下來 但是呢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 很有名的 蘿丹的沉思者 一個雕刻 他是怎麼樣 他是這個樣 你們如果有手機上去看 蘿丹的沉思者 他的雕刻是這樣的 好 蘿丹的沉思 一個沉思者 一個要思考的人 他是這樣的知識 那你的學生呢 你在問他的時候 他並沒有 看你 也沒有往上記憶庫去找記憶 他是 地下頭來 他其實在可能在幹嘛 想法 想法 對 在思考 對不對 在想 所以我們要 有一個教學法就是 給我五秒 給我五秒鐘 好 因為我們 認為 一個刺激 就一個反應 我問出來的一個問題 你馬上就要回答我 請問你 這個學習發生了沒有 其實沒有 為什麼 我問出一個問題 他馬上就有答案 那表示 真的是他已經知道的 所以他很快可以 回答你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作為一個老師 你問一個問題 學生給你一個答案 問一個問題 給你一個答案 那你會不會覺得 教學是成功的 其實沒有 因為你問的答案 問的問題 太簡單 這些問題呢 都是他們已經知道的 那他已經知道啊 你還要教什麼 所以請問你 學習發生了沒有 其實沒有發生 沒有對不對 哇 你們很棒耶 因為我看到老師搖頭的時候 我就很高興 因為表示你們聽懂了 就是說 我們不要認為 我的學生很棒 因為我問問題 他都回答 那時候你要很sad 你們要自己檢討一下 是不是我 我教的東西都很簡單 不需要他們 frustrated 不需要他們很掙扎 不需要他們思考 不需要他們動腦筋 不需要給他們五秒鐘去想一想 他需要時間去想一想的時候 學習才發生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顛覆我們傳統 我們做為老師的一個想法 因為傳統我們都是很乖 所以我常常跟我們的老師說 我們坐在這裡 其實是我們不能想像 我們的學生是怎麼學習的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學習 因為我們坐在這裡的 每一個人 你們都很棒 你們都是好學生 你們呢 學習一直是在發生的 因為可能你們都是在終身學習 包括你們在小時候 學習都是優秀的學生 你很難想像 那些沒有辦法學習的孩子 對不對 他們非常的辛苦 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學習呢 這是今天我們要想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以前我們傳統我們這樣教 老師教我們 我們都學得很好 為什麼我們現在 我們比我們的老師教得更棒 為什麼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 學得那麼好呢 我們那麼努力去 去研究教學方法 我們那麼努力去準備教材 印一大堆東西給他 為什麼到時候我還發現 他又回到原點了 好 這就是 當然 這個是環境的改變 包括小孩子的改變 包括他們的食物的改變 包括這個 這個空氣的改變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我 我幾個 幼兒園的老師回到上海 他們造了上海的空氣污染 所以他們到了北京空氣污染 就發現 可能會少活10年 真的 你看 光是空氣就影響我們孩子的成長 那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健康 因為我們小時候吃的都是很健康的東西 可是現在小孩子吃的 你不知道人家耗了是不是他們父親 我看過人家用西瓜這樣整個進到藥水裡面再拿出來 那你說西瓜甜不甜 當然甜 所以現在真的少吃你就會比較健康 對 這是我們的開玩笑 好 那 我們沒有辦法避免影響孩子的部分 但是我們 要想辦法去了解 現在孩子受到什麼影響 對嗎 包括我自己 我在看電視的時候我都會想連續劇碼從頭看到尾 我只有在宣傳的時候我會轉台 可是我兒子拿了 遙控器 他不是連續看的 他一直在轉台 有沒有 你看喔 我們的思考是線性的 所以我們是一條線這樣思考下去的 可是現在的孩子他是拼貼的 他看的東西也是拼貼的 他沒有辦法深度的這樣直線的這樣子去 他是很多東西他要多元他做功課的時候要聽音樂 他玩電動遊戲的時候他還可以做一下功課 他是多元多工的在裡面做的 所以他的方式是拼貼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行為我們就可以了解 他們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數位化的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數位的移民者 就是說可能我們小時候沒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好 到長大了才有 可是這些孩子呢可能從一歲他就已經看過手機了 好 看過這個Smartphone了 我相信你們都沒有 因為Smartphone是近十年的事情 對不對 電腦都是1995年的 你們有1995年出生的嗎 哈哈哈 好 那這個是一個背景 然後跟你們說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第三天我們要知道學生很重要 然後我們的教學都會有一些那種內容 就是我們這個課本 內容就是課本 活動就是我怎麼樣去操作 Teaching Secrets 就是我的教學流程在哪裡 因為以前我沒有把內容和活動特別講得清楚 所以我們有一位老師很可憐 回到 學校 因為你的老闆或者你的主任都要看你的教學 結果他就跟他的主任老闆說 我這個就是差異教學啊 然後老闆一直說 但是你這個是課本啊 內容啊 你告訴我 你差異教學的活動是什麼 他講不出來 其實兩個是 就像一張紙一樣 是一體兩面的 就是說我在我設計這個課本 比如說這個課本是固定的 可是我的設計呢 我會 根據 比如說這邊導師的時間 你看喔 他寫的時間是一面的對不對 可是我會根據學生的程度 調整 我不會這一面全部都 交給全部的學生 你現在 學生其實不用學時間 我告訴你們一個巧的 你只要那個小孩子 又有緣 你再跟他說 你可以玩 媽媽打手機或者iPad 但是你只能夠玩十分鐘 他馬上就學會怎麼看時間了 他馬上就學會時鐘了 你不需要焦粉 所以你們家裡有小孩子 你可以拿這個來實驗一下 這很好玩 那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他需要用 他需要用它 我教時 我教時鐘 我就教這些文字的東西 對孩子來說很難 因為這些東西叫做符號 符號都是抽象的 所以文字符號非常難 所以昨天有老師說 他們不願意寫 不要說寫作了 可能寫字都很難 但是如果他要用它的時候 他就不會覺得難 包括小孩子學時鐘 你不需要告訴他什麼是時 時針什麼是天針怎麼看時間 你只要看到說你可以玩五分鐘 十分鐘 他就把握住了 他就會一直看時間 然後自己控制 好 這個discipline 他的自律也會在裡面 好 所以我們教的內容 還有我們的 所謂的活動在這邊 就是說我怎麼操作 因為我們教學很注重 delivery 你怎麼樣去實施你的 設計的內容 好 那就是活動 然後有一些很好的原則 有些深層教學的方法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希望今天呢 能夠從這幾個層面 來跟老師們一起想一想 好 那等一下我可能就 讓你們 讓你們可以討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在座的如果是幼兒園的老師請舉手 好 等一下你們幾位幼兒園老師在一起討論 教小學的老師再舉手 好 那等一下我們討論的時候 就請小學的老師 你們在一起 中學的呢 也有 大學的呢 也有 其實不少 所以大概都很好 參參的 那我們 如果有小組討論的話 就請你們按照你們教的對象 來討論一下 那重點是 我現在 就像我們說 教學要 backward design backward design的意思 要逆向設計 逆向設計的意思就是 我先告訴你我等一下要做什麼 所以你現在要注意 等一下我要用這些方法 我討論的時候 要用這些方法 然後轉換成 我可以在課堂上操作的 一個實施的一個過程 當然我們會很清楚的告訴你 這是什麼方法 那所以這個就是 你怎麼樣 你先把你的目標定出來 然後你要把你的 要他們做的這個規定定出來 甚至如果你要考試的話 你要把考試的 rubrics 或者考試的一個 最end goal 你最後要他們的 outcomes 他們的 產出的東西 比如說一課 你可能說 小學你可能說 我們等一下 今天老師上完這個課 你在最前面就要講 老師上完這個課 我們要分組做一個海報 或者每一個同學都要寫一張卡片 你要把這個任務先告訴他們 這樣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他才會拿去思考 我等一下要怎麼完成這個任務 對吧 所以逆向設計很重要 所以你們一進來 要有一個我們常說 要有一個mini habit 小小的一個習慣 你要建立你班級管理的小習慣 你也要建立你自己 每次上課 你操作你的步驟流程的好習慣 我想請問老師 你們有沒有每次上課的時候 當然現在我們用的是Power 你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在黑板啊 或者白板上寫很清楚 你今天要教幾個字 他們要不要寫句子 他們學了這個字 寫了這個句子 他們還要做什麼 任務完成什麼工作 有沒有很少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以後呢 你們就要把這個mini habits 建立起來 好 你就要很清楚 告訴學生 我今天要做什麼 你們要學什麼 然後呢 我最後呢 要用什麼方法來檢驗你們 好 好 而不是說我就負責進來就照我 腦子裡面知道的我 我照的這個順序教 好 而且要很清楚的告訴學生 好 好 那這個呢 是我們常常有的KWL的chart 老師們應該不太陌生 好 那我稍微把它改了一下 好 本來他的原意呢 是 你 已經知道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要知道 學生的先輩知識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怎麼樣去檢驗學生的先輩知識 好 包括他的興趣 包括他有沒有準備好要學這個主題 好 因為我們現在華文教學很困難 尤其是越大的孩子 在大學教書的孩子 老師你就知道 那些大學生 他們其實認知已經到很高的身次了 可是你的華語還在教你好不好 哇 我喜歡吃什麼 你喜歡吃什麼 他們會覺得很boring 如果你這樣跟他談 你的朋友怎麼樣 你有沒有女朋友 他可能會很有興趣 所以你的topics 你的scene 你的主題 你的話題 你需要符合那個年齡層 所以what do you know 這個又是指學生 好 學生已經知道什麼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就說你在這一節課 你想要知道什麼 所以我們教學其實要很有效 那所謂有效就是 你在我這一節課 你就要學到什麼 好 我們要把它切成mini lesson 就是小課 要把它切得很精準 比如說在新加坡 一節課可能是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就需要做什麼 就是你要 所以參與教學 我其實在分享的時候 我已經帶出很多細節來了 就是他參與教學第一 他不是全校性的 也不是一個年級的 而是你作為一個老師 經營自己的班上的 就像是個人工作時 如果你是一個freelance的工作人員 你就很喜歡自己去接case 對不對 其實台灣老師有很多很開心的情形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在台灣教學書 在新加坡教學書 在美國教學書 我就知道有不同文化的比較 在新加坡他非常注重管理 所以你一定要跟著課程 跟著教育 curriculum 對不對 可是台灣的老師呢 他其實可以不要跟得那麼近 他可以給很多學生補充教材 所以我有一些好朋友 他們是教很快的 因為他們把班級 自己的班級 當作自己的工作室 工作室 然後呢 他要做什麼 都ok的 他今天要學生唱首歌 學校也不會管他 他今天要學生看電影 學校也不會管他 但是呢 他只要把學生帶好就好 所以他的教學可以是 是量身打造的 好 那我們就知道 差異教學時間 變成是我這三十分鐘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我們要知道學生 嚇學生 而不是我要教什麼 我一直在顛覆你們 作為老師的一個概念 我們要看到學生 因為我們在新加坡 我們的部長來我們中心 跟我們這些 我們是trainer 我們trainer trainers 我們來去培訓老師 部長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你們不要跟我們說 你們用什麼很好的方法去培訓老師 你要跟我說 你們培訓出來的老師 他們帶出的學生 學得怎麼樣 你們要去問家長 你的孩子學得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眼光不再是 注重我們 而是他們要講成效 要講效果怎麼樣 這是我們老師常常疏忽的 我們是講我們的教學方法有多棒 可是我們常常忘了 30分鐘裡面 學生學習的效果怎麼樣 好 學生想學什麼 才會有效果 學生不想學什麼 就不會有效果 我們有一個N21的教授 他有一年休假 教授啊 中文系的 你知道他去做什麼嗎 他去做小學生的家教 因為他需要知道 小學生怎麼學的 因為他的大學生都是 要去教小學生的對不對 所以他要親自去教小學生 他說有一次他要跟那個孩子說 你可以不要寫一篇文照 那個孩子怎麼都不肯寫 結果跟他活了很久 活了好幾天 你知道後來那個孩子寫了 一千多個字嗎 為什麼 因為他終於找到一個切入點了 因為他發現那個孩子很喜歡玩 game 他就叫他寫關於他玩的這個過程 他要教別人怎麼玩 哇他興趣來了 就是不但寫還寫一千多個字 就是一般我們小學生 如果有差不多兩百個字左右 一百五十個字 兩面就已經很滿足了對不對 他話啦話啦他 他不是不會寫 但是他要有興趣的他才動 對不對 他才動 包括我們 像我們周老師他在教戲劇教學法 他教了很多的老師 在我們經加坡 我就看到他們做了一個短片 好 那個定式 定式就是說 有一個小孩子 他從來不說黃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 他就是不可開口 他就是在你教室裡面是最沉默的一個人 一個男生 然後有一天呢 那個老師就用了一個戲劇教學法 裡面定式 他就把教室呢 再弄一排椅子 他說我們這個就是地鐵MRT 好 那他就叫那個從來不講話的那個男生 去扮演一個大肚子 然後呢 另外一個調皮搗蛋的學生 坐在那個博愛座 進老座 或者是那個啊 那個扮演大肚子 那個不講話的那個學生呢 就挺著一個大肚子很 表演得很像 就站在他前面 就這個人也不肯做 就可能假裝睡覺啊 然後那個同學呢 假裝玩手機啊 都假裝沒看到他 然後就定格在那邊 然後結果呢 下來 老師就問他 就問每一個學生 你說是這個博愛座 你假裝睡覺 前面有個大肚子 你看到了嗎 他說其實我知道 他就講他的心得 他說可是我也很想做 那另外一個玩手機的人 老師也問他 然後最後問到那個大肚子的 不是很講話的學生 結果老師很驚訝 他講了很多話 因為他講他扮演大肚子 多辛苦 他心裡多想有人 讓他做 所以他不但終於開口了 終於講華愛語了 而且呢 還能夠講出感想和看法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老師你有沒有發現 你用不同的管道 可能會touch到他 那個button 你按下去 你終於啟動了他 不然的話 你怎麼問他 他都不肯 對不對 他必須要經歷過 體驗過 那個情境 他想出來的 所以這個都是不同的故事 我們就知道 其實你就是要 找到那個學生的那個button 等一下我會分享那個button在哪裡 可能的button 因為每個學生不一樣 所以寫作如果他們可以寫 那你就要想辦法去看 他對什麼最了解 所以我們曾經有個實驗 包括我們明天會分享的 閱讀理解 其實小孩子 他的閱讀的理解的表現呢 他其實是跟他 對那個東西的 了解的深度有關係 就是說如果他的華語程度不是很好 可是他 因為我昨天晚上 我們在外面好像 最近有什麼 足球賽還是什麼比賽 你們有沒有看到廣告 有一個球賽 結果如果那個孩子對這個球賽很了解 那他閱讀的 雖然他的華語不是很好 他閱讀的表現成績會很高 一個孩子 華語很好 程度很高 可是假設是一個女生 他完全不了解足球這件事情 他可能在閱讀的表現就會差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差異也會表現在這個地方 不只是他的興趣 還有他對那個東西的 familiar 對不對 他如果非常的熟悉 他就算語言不好 可是也是可以應付的 他如果不熟悉 語言再好 也是沒有用的 好 所以這個 還有就是他有時候 我們說我們要 我們說我們要 meaningful learning 這個東西 對他有沒有意義 他有沒有make sense 好 他有沒有覺得跟我有觀點 那你不能說這個東西就是你的 他如果這裡沒有感覺你說也沒有用 對不對 他如果真的覺得這個東西跟我有觀點 他就會有那個motivation 好 第三個 What did you learn 這其實就是我們一個很簡單的操作 我講實際的可能比較理論 你們更容易抓得住他 比如說我今天教了五個生子 我下課以前前五分鐘 我就會請學生把它寫出來 來下課的時候 投入我的 我會準備一個紙箱 投入我的箱子裡 可是呢 我其實是要問學生 就是今天老師教了這五個生字 你們學到 話題就認 你們學到幾個 好的可能會寫五個 差的可能只寫一個 但是 不管他寫幾個 他都要寫出來 投到你的箱子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放了你的箱子 就好了 明天上課第一件事 你要從箱子裡去抽 好 你昨天寫了五個 你可不可以今天呢 告訴我是拿五個 因為你要學習權在自覺生自己身上 他自己要知道他學了什麼 如果你說你只學一個 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但是你反思 你自覺 就像有一個 metacognition 就有個後設認知 你在監督自己的學習 小孩子他都懂 metacognition 反而是我們不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玩games的時候 他們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辦兩個角色 一個角色就是monitor 一個角色他要在這個遊戲裡面 自己去找一個角色來扮演 比如說你想做大怪獸 那你的能力就非常超強 你決定要做一個美女 非常的美麗 可是你可能完全沒有能力 就他有個反差有沒有 那你要決定哪 所以小孩子他要在那個遊戲裡面 去扮演某一個角色 可是呢他在扮演的時候 他要有個monitor 就像這個monitor 他要從一個高空去看自己 作為一個大怪獸 和美女和其他的角色之間的 互相的拼鬥啊 或者是故事的發展啊 他要把握得住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玩過這種game 沒有啊 所以我們常常要向學生學習 因為他們到底他們在玩什麼 我們都要知道啊 我其實跟很多大學生接觸 其實都是他們告訴我的 那有些孩子他的monitor非常的強 因為後援認知 就是Mainakonish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監控自己的學習 那有一些人他的這個圓認是非常的強 比如說有一個作家就想他女兒 每次呢他都覺得他女兒很爽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女兒突然會冒出一句 爸爸我們來聊天吧 他爸爸就說奇怪了 我明明已經跟他聊天聊了半個小時 他突然就說我們來聊天吧 那個女兒可能突然想到我們現在是在聊天 所以她就說我們來聊天吧 那有一次呢 她們去海邊看夕陽看得很美 每一個人呢 全家人都沉浸在那個夕陽的美景 那女兒突然又冒出一句話 你們猜猜看 那個女兒會講什麼 余老師 那個女兒會講什麼 爸爸 我們來看夕陽吧 你們有沒有碰過去這種學生 或者你自己的孩子 有沒有 你們正在做什麼事情 他突然就冒出一句話 我們來做這件事情吧 沒有啊 因為現在慢慢小孩子呢 他就會突然會跳脫出自己 然後看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也希望學習有這個能力 他不但要有反思的能力 他還有監控自己的能力 所以最後一點話題就認就是 他要很知道我學了什麼 而不是你要問他 今天老師教了幾個字 你問他 他教了幾個字 他告訴你五個字 哪五個字 講出來 但是那個東西 他為了美是你的 你了解嗎 這有很微妙的一個關係 你如果問他 我今天教了幾個字 好學生會跟你說 老師你教了五個字 哪五個字 對不對 可是呢 這五個字其實是 老師你的 你教的 那我們現在要 就是你要轉換成 我學的是什麼 老師你教了五個字 可是我只學了兩個 可以嗎 當然可以 對不對 可能嗎 一定是這樣嘛 所以他需要知道自己學幾個字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Chart的好處 不過呢 我把它改成就說 存在何處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學生是從哪裡來 零起點就很簡單 可是如果他是前面已經有過一些學習 那你要知道他學的是什麼 因為在美國他們常常說 哦 學華語很火熱 你知道在韓國他們是怎麼學華語的嗎 北京你去忘記 那一代全部都是韓國人 然後全部都是你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語言很棒 韓國人學華語 韓國人他很個性很強 因為可能天氣太冷了 然後他又吃那麼辣 所以他的民族性很淺 你如果是吃草的就很溫柔 所以你要變成一個溫柔的人 請你吃素 你要你本身太軟弱 你要變成一個非常強壯的人 請你吃肉 懂嗎 這個俏文 所以呢 韓國人他們學華語是 好 好 這一層到三層 老師你來家 四層到六層 老師你來家 七層到九層 老師你來家 他們是這樣包的咧 好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幾乎 人人都想要去學華語 好 韓國人移民是怎麼移民 你在美國你就看到 他們絕對是整條街都是韓國人 他們是整條街這樣移民的 他們是整條街這樣移民的 好 所以他們不像我們華人 我們華人呢 至少能前選 對不對 不管他能打上雙 我們華人呢比較是自己 或者自己的家族 親疏遠近分得很清楚 我們不會整條街去移民 我們會一家人去移民 對不對 韓國人他是整個搬去的 所以文化不一樣 民族性不一樣 那如果你交的是這種韓國人 你就知道存在何處 就表示他的底子很好 可是美國人學華語 其實不是這種學華 他其實呢要 accountination 他要先讓你玩 所以他們交美國孩子 他不是從認知開始 不是從聽說開始 他是先從體驗文化開始 有一次我從美國回台灣 他們有一個老師就很聰明 知道去哪裡買那個 Chinese Yoyo Chinese Yoyo叫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Yoyo Yoyo 對啊 然後他要去買很多這種 踢箭子啊 沙包啊 然後很多 跟中國小孩子會玩的東西 彈珠啊這些東西 他們其實台灣還是找得到的 所以他們就去買這些 買回去呢 他們是透過這個遊戲的方法 透過這種體驗文化的方法 體驗不同童玩的方法 去讓他們有興趣 有了興趣才開始教 好 所以你看不同的地方 他教華文的方法也不一樣 好 那你們在這邊會用什麼方法教 折衷是嗎 來 六月老師 第四位 各位來 你稍微說一下 我們平時是透過 聽 然後 讀 學 墨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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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的我 有一點遊戲 小孩子都滿有興趣的事 對 會 你知道我們在美國 在哈佛大學 不是哈佛大學 對不起 Stanford大學 就是就近在那邊 Stanford大學 Stanford大學那邊呢 我們有波小 那裡的老師呢 他玩遊戲 怎麼玩 一個外國老師 他今天要教 洗床睡覺 他是真的穿了一個睡衣進來 然後躺在地上 我跟他講 可能是美國人 他們那個消毒水比較好吧 所以他 他都不怕躺在那個 而且是地毯 因為地毯通常不是很乾淨 他躺在地上 然後呢 弄個鬧鐘 咦咦咦咦咦咦 他是美國人啊 他在教華語啊 好 美國人教華語很好玩 我們碰過兩個美國人 我們就問他 你們教四聲 你們自己要學四聲 因為華語四聲對難 有一個老師就說 我用了一年 自己學四聲才唸得準 好 那 而且他需要 身體語言去幫助他 就像我們老師說 跳彩帶舞 他如果這個樣子跳 下來再上去 這是不是像彩帶舞一樣 那請問你啊 我如果這樣子跳上去 這是第幾聲啊 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 第三聲對不對 因為我是九要上來 第三聲對不對 如果是九是這樣跳嘛 對不對 如果是九是這樣子吧 如果是九是這樣子吧 對不對 所以他就擺頭晃腦這樣子 因為他呢 要自己唸準第三聲的時候 他要這樣子 幫助自己去唸第三聲 他要唸第四聲的時候 他一定要把頭抬得高高的 這樣劃下來 你如果你的學生 四聲不太準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幫助他練習 你跳彩帶舞給他看 然後呢 我們就另外 問另外一個美國老師 我說你有這個歷程嗎 你需要這樣搖頭晃腦 才把我的四聲關 他說沒有啊 我就學會啦 馬上我們就猜 你是在學音樂的 他說是 因為他音感很準 學音樂的音感很準 所以他不需要這樣 好 可是呢 那個需要去白頭晃腦 遙控晃腦的那個老師 他可能是肢體語言 用肢體語言去學習的 所以他要用肢體語言去幫助他 好 這也是才藝教學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說 我回到那個 史丹佛大學的那個故事 那個老師 我算了一下 我那個筆記還在 可是我還沒有把它找出來 他為了要教一組詞彙 大概七八個 他用了二十幾種的遊戲方法 他是在遊戲中間去教詞彙 比如說他就是要教早上起床 他自己啊 要先穿睡衣 然後起床 然後呢 他還要真的刷牙喔 他要刷牙說 喔 現在幾點了 我要起床 我要刷牙 我要洗牙 當然是乾刷乾洗啦 哈哈 他把所有的動作 全部真實的表演出來一遍 好 這個還沒有完呢 這個才是第一遍 老師Demo給他們看 然後接下來呢 他第二個遊戲呢 可能呢 就在這個黑板這邊呢 放好幾個 或者這個桌子 放好幾個盒子 好 那 這個盒子呢 第一個盒子呢 可能是 要讓他們歸類 好 嗯 跟睡覺有關係的床啊 睡衣啊 你們不管拿圖卡 因為我們有Fresh卡 對不對 有那個圖案卡 後面可能有字 那學生拿到這些圖卡 他要看那個圖 看那個字 找到那個盒子 要把它投進去 就是說他要有分店的觀念 比如說我拿到 我拿的是床 我要知道我要放哪 這個跟睡覺有關係的 如果我拿的是牙刷 我要放到跟清潔有關係的 好 如果我要拿一個時鐘 我要看 放到時間有關係的 好 好 這只是第二個玩法 第三個玩法 他玩翻牌 翻牌 其實我現在講的這個方法 把幼兒園都可以用 翻牌 一邊牌是文字 一邊牌是圖 當我翻到這個是牙刷 的字 可是我翻到的這個 不是牙刷的圖片 我又要蓋牌 翻另外一邊翻 可是學生會不會注意 會 因為他會記著 這個是牙刷 然後呢 剛剛另外一個同學 翻了牙刷的圖在這裡 他下次翻的時候 但是這兩個翻出去看 就有點像打橋牌一樣 打橋牌你要去數牌 要算牌 要專注在這裡面對不對 這樣翻牌遊戲 這還沒有玩嗎 還有遊戲 你看我們已經講了第三個遊戲了 現在第四個遊戲出來了 我當然講不到20個 因為我也會忘記 但是第四個遊戲 他玩大胖遊戲 就是我們透瓷的遊戲 好 我們現在來玩一下 我們這邊 老師 你自己講一個 就我剛剛的這些睡覺 好 時間啊 牙刷你要扮演什麼 你只要講一個詞彙 你要講什麼 好 你是牙刷 那你呢 洗澡 洗澡 好 你呢 洗澡 好 你呢 早餐 好 我們再講一遍 每天要記得自己的詞彙 還要記得別人的詞彙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玩一個遊戲 就比如說 我的早餐碰 要碰 碰是遊戲 我的早餐碰睡覺 睡覺是誰 睡覺是你對不對 那你就要趕快說 我的睡覺碰牙刷 所以你看啊 你要記得它是牙刷 然後你要說 我的牙刷碰 起床 對不對 好 你們五個人來玩一下 這個是幫助學生 記自己的詞彙 還要記別人的詞彙 玩過了一遍以後 他是不是五個詞彙就記起來了 他如果記不起來 他就out 那就不能玩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啊 來 你們再講一遍 方便 你要記得後面四個人是誰啊 來 你是什麼 hello 你是什麼 牙刷 牙刷記得了 那你呢 洗澡 你呢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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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是起床 你看人家要碰起床 你呢 睡覺 睡覺 你呢 早餐 早餐 記得哈 他是早餐 你是什麼 起床 起床 來 你先開始 我的牙刷 牙刷碰起床 你要說我的起床 我的起床碰牙刷 你給它碰回去 他說我的牙刷碰起床 你是起床對不對 你要說我的起床碰牙刷 我的起床碰牙刷 我的牙刷 我的牙刷 早餐 早餐碰牙刷 哈哈哈 你就知道這一種程度怎麼樣 不是很好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呢 他們想不起來別人 就進了一個牙刷 就碰回去那牙刷 就很倒楣 他一碰睡覺 哈哈哈哈 然後睡覺來 睡覺碰起床 起床在哪裡 你咧 他睡覺要碰你起床 你要說我的起床 你要碰其他同學的 很好很好 然後點 丟到你的手上 早餐碰 睡覺 又去腳 你跟睡覺 碰眼刷 對 又碰到 哈哈哈哈 有一個意思沒有碰到咧 哈哈哈哈 來我們碰他 洗澡洗澡 哦 要碰洗澡 洗澡 你是洗澡 洗澡要碰早餐 一碰早餐也比較容易 腳踏蹤牙刷 哈哈哈哈 不要搞笑 啊 哈哈哈 牙刷蹦牙刷 不用 貓牙刷 沒有 牙刷蹦牙刷 你要说不 学校 学校 又问到学校去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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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们就玩到这里 你看 如果说一个就五分 如果一分分 你不要那么多吗 那五个最多 我们讲小组五个人 其实是很理想的 五个 不要像我在新加坡 规定我三个 我有七十个学生 你要三个一组 我要分那么多组 每一组我要出一个题目 我如果 十个人一组 我不就分七组就好了吗 可是他规定我三个一组 我在想不符合我的理论 我的理论都是五六个人 一小组是最理想的 五六个还可以记 十个为什么不可以 哎这里我要跟你们讲 心理学的一个窍门 心理学上说一个人 一次记忆不能超过七个 所以超过七个他就记不起来的 但是小孩子可能不养 十个可能不养 对 但是为什么呢 那是聪明的小孩 聪明的小孩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七个再下去分类 比如说你有七十个电话 那你分成七组 第一组可能是你家人的电话 第二组可能是你学生的电话 第三组可能是你学校的电话 对不对 第四组可能是你朋友的电话 就像是你们的LINE啊 WeChat啊 WhatsApp啊 你不是都有分群组吗 那你一次记忆 你凡是怎么是就分七 不要超过七类 所以很好笑 如果你去看一下 新加坡小1的课本 天哪小1耶 一课二十几个词汇 如果老师要学生去背二十几个词汇 其实是超过学生的挑战 因为我们讲差异教学要讲挑战 超过学生的挑战 它就消耗了 它的学习就不会发生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要放学生记忆的时候 也不要超过七个 那万一要超过七个 你教他们去分类 比如说我们不管多大的孩子 我们都要教动物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这边玩一下动物 我们这一排的老师 每一人讲一个动物的名称 来 约老师您开始 大象 大象 老虎 老虎 猴子 熊猫 熊猫 动物随便 企鹅 请 讲一个animal 讲一个animal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长顶 猴子有人讲了对不对 你要看一个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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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分类 我们再请他们讲一遍 然后你告诉我们 你把它分两大类 你的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比如说 它是吃肉的 它是吃草的 这就分类了 或者比如说 它是大个子的 它是想个子的 对不对 原姐我 那意思吗 好 那来 我们 余老师 你开始 大象 我记得 对 你自己说一遍 它的分类吗 对 分类 他们帮忙分 你说你扮演什么 大象 扮演大象 老虎 猴子 熊猫 熊猫 企鹅 好 我们挑战这一排的老师 来 这一排 那我们第一排 来 你要怎么分类 第一位老师 你要怎么分类 分两类就好 每个分类的标准不一样 你用大小分类好吗 大和小 你会 你会 拿两类 大象和老鼠 非常好 大象和老鼠 对不对 老鼠 因为 一大小 一大小 对一大一小 大象很大 老鼠很小 对不对 第二位老师 你有没有分类的方法 分类不一样 对不对 很凶的很 一个是什么 谁比较凶 那个老虎 老虎很凶 很温柔的吗 企鹅 企鹅非常好 对不对 企鹅 因为老虎是班达毒 豆腐 我有一次呢 看到小朋友在煮 他老鼠和 就幼儿园的三岁 他老鼠和老虎搞不清楚 他说老虎 妈妈说老虎是这样 哦 然后他说 可这不是啊 这个是鸡鸡鸡鸡鸡 老鼠 那他们因为 他们背景是讲英文的 所以小孩子玩游戏 其实周老师那天也在 小孩子玩游戏 他就会 What's the Chinese thing 他就问这个中文怎么叫 你看他在玩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开始 想要学中文了 他想要知道这个叫佩佩猫 佩佩猪 没有佩佩猫 好第三位老师 就会想到 如果这么多大象猴子 企鹅 熊猫 老虎 老虎 老鼠 老鼠 猴子 这么多 你想要怎么分类 吃素 非常好 哪一个是吃素的 老鼠 猴子 吃素耶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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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猴子 熊猫也吃素 对不对 还有吃肉的 对不对 你看 其实我们有没有在挑战学生的认知啊 有 其实是有 因为 他们在这里面有没有学习啊 有 第一个他学的是什么 动物的名称 对不对 第二个幼儿园就可以开始学习分类耶 你不要认为我今天好像会针对幼儿园吧 但是幼儿园有效的 你大学生也是有效的耶 对不对 分类是一个数理逻辑的概念 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而且你看分类的标准不一样 会不会因人而异 有没有差异性在里面 有 因为我如果对大小特别有概念 我可能大象和老鼠会放在一起 那这时候我记的时候 这两个大象和老鼠 我就一起绑在一起记起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知道是吃素的吃肉的 我就会大象和熊猫会放在一起 然后其他老鼠啊老虎啊 这些吃肉的我会放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好多层次的学习 所以呢 我们刚刚玩的这个碰瓷游戏呢 就是跟你们说 其实动物也可以来碰瓷游戏 好 你们玩一轮就好 现在开始 我们从倒数第三位老师开始 我记得你是什么 来 你们记不记得自己的 不记得再讲一遍 来 余老师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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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碰瓷游戏 老虎 小猫碰瓷游戏 老虎 好 来 有人碰一次 小猫碰瓷游戏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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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冷的 寒帶的 欸 有時候那個小孩子不會講寒假 他們叫做冷假 一個冷的 一個熱的 對不對 比如說老虎可能是在熱帶的 非洲啊 對不對 獅子豹子啊 可是啟兒他是在冰淹雪地的 所以你看 他有無限的可能 好玩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挑戰學生對東西的認識 所以那時候呢 如果你有很多的生字要教學生 或者讓學生自己去產出動物 你看我這裡面其實我是基於學生 我沒有用指定的 假設我是老師 你們是我班上的學生 我沒有說你應該要扮演什麼 對不對 我要讓他們自己去扮演 好 這是我又把全學習權交給學生 好 所以這個好玩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個詞彙是出自自己的 所以他要想 他要開始動腦筋 我想 老師要教我講一個華文的動物的詞彙 我什麼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不會講 我不會講怎麼辦 對不對 那好不容易呢 他可能會想出一個 好不容易呢 可能老師會幫助他一個 可能好不容易同學會幫助他一個 他就會馬上把他抓得很老 就像浮沫裡面的大海裡面抓到一個浮沫一樣 他那個 至少自己要的那個動物 他會永遠記得 不管你信不信 因為他掙扎過 然後學習其實要有一個flustrated的一個 可能的過程 好 他真的拿過 所以他抓到他了 他就不會再放手了 這個不是我們要不要他抓的問題 這是我們給他的機會讓他自己去抓 如果你給他 他不appreciate 他也不要 可是你要他自己出來的東西 他出不來的時候呢 他好不容易有一個東西他就會很珍惜 好 所以呢 下面那個 參與教學的價值取向的意思呢 是告訴你 這個其實我們剛在講背景的時候 也稍微說了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學生越來越不一樣 好 那而且呢 所謂的非同步的學習 就是學生學習的速度 管道 好 興趣 準備度 各方面都不一樣 所謂的準備度啊 有一次 因為我覺得還好我們沒有生在 十三億人口的中國 因為呢 我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爸爸要帶小朋友去考小一 要入學 老師問他的一個數學 他那個爸爸是數學專家 老師問了一個數學 他爸爸是數學博士 都答不出來 所以你看看 現在 現在要通過一個門檻 多麼難 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我們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去考學生 而是我們其實應該是讓 不是我出一個題目去考學生 而是應該讓學生告訴我 他已經知道了什麼 好 所以他參與教學呢 很注意挑戰這兩個字 對於那個比較程度不太好的學生 我們要讓他吃得了 好 就像剛剛我們碰瓷遊戲 剛剛要學詞彙的孩子 我們就讓他玩碰瓷遊戲 好 這個就是 他先記自己的詞彙 好 然後他還要記他主緣的詞彙 至少另外四個人還要記起來 記了以後呢 他這五個詞彙就一直學下來 對不對 好 那要對於中等的學生要吃得飽 好 就是他要覺得有滿足感 飽的意思其實是內在動機 學習有一種快樂 有一種滿足感 好 如果你們在這三天的培訓裡面回去 有一點充電的感覺 那就達到了吃得飽的效果了 好 就是那種感覺 那吃得好的意思呢 就說 他好 他要更好 好 就比如說 我問你們喔 如果一個學生 假設你後面一個孩子 他是從中國來的 他什麼都一定會了 可是他又在你的班上 他媽媽覺得他不要落掉這個隊伍 不要忘掉中文對不對 像我們昨天晚上去跟一個 老師吃飯 他就說我自己 雖然是在外面做生意 可是我一定要每個星期要教華文 我們就問他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我教華文的時候 我才不會忘記華文 不然我平時生活裡面都很少問不到 可能在家裡他是講福建話 先由任教華文 那他要教華文 教學生怎麼寫字 他才記得那個字要怎麼寫 所以他用這種方法來 來Push自己 我覺得那個是很用功的一個成人 那吃得好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一百分的學生 可是我們說保底不封底 他是一百分 可是另外一個學生程度很好 他可能是一千分 那你可不可以因為 那個一千分的那個很棒的孩子 把那個過門檻的那個一百分 因為那個一千分的孩子 你可能要給他打一百分 可是剛剛過門檻的孩子 你可不可以把他降低下來 其實是不可以的 就是說你那個孩子 他已經到了一百分 對不對 你該給他一百分就給他一百分 可是你會發現另外一個孩子 比他更棒 可是他是一千分跟一百分 懂嗎 就是你不要把他降下來 然後把其他的孩子都降下來 所以我們要看他的門檻在哪裡 他如果是哈的學生 一定會有一些很棒的學生 為什麼印度人學華語會那麼快 因為印度的語言很難 所以反而他覺得華語比較容易學 我們看到一個印度學生 哇寫作寫作寫的那個書面語 跟我們native speaker 跟我們母語的簡直是一模一樣的 我說哇印度學生耶 因為我們華族學生很棒 我們華族學生會會講 但是寫的書面語就寫作 不是寫的那麼好 那你們自己從自己的身體 就可以體會這三個 如果你腸胃不是很好 就像我一個香港的一個學生 他他請我吃寶貝 你知道他自己只吃什麼嗎 只吃一樣東西 就是吃一些青菜而已 其他都不吃 因為他其他東西他吃不了 他吃了就會很不舒服 他不能吃豆奶不能吃這個那個 他只能吃很簡單的東西 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身材 他知道什麼東西他是吃得了的 什麼東西是他吃不了的 所以你碰到這種程度很差 或者零起點的學生 你要知道什麼東西他可以 並不是說你要什麼東西 給別的學生的東西也一樣給他 就像我說零起點的學生 就是從語音的連結開始學習 所以你碰到那個很差的 或者很小的孩子 他還沒有literacy 他還沒有認字 他還沒有讀寫 那你就要不斷的用說的故事 也是說給他聽 你知道那個很小的孩子 其實他們有個能力 他的記憶力非常好 所以為什麼小一的小孩子 我們要他只讀 因為他如果沒有只讀 只讀就是拿了這個課本 他讀到哪一個字 就值哪一個字對不對 我們以前發生一個笑話 那個有些課本是傳統的 繁體字有些可能是直的對不對 可是因為小孩子 他們習慣橫的唸 那明明是直的 他也可以橫的這樣 每個字都唸出來 那你就知道 其實他是照那個拼音去唸 他並不懂那個意思 所以明明你是直的 他也是很大聲 每個字都這樣唸出來 這個是很好的 表示他不認得 不懂那個意思 可是你叫他讀 他也是給你讀出來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小孩子去吃得了 那如果他還沒有到讀寫的階段 因為昨天我們有講到心理詞彙 如果他有家庭語言背景 不管是方言 方言也很好 方言對學華語絕對有幫助 比如說香港人他們會的是廣東話對不對 所以香港人如果要去學華語的話 其實他們要學的是怎麼講中文 怎麼叫普通話 讀寫他們都沒有問題 這是不是也是英才師教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有一個方言背景去學華語 其實會比沒有方言背景去學華語 要好得多 所以我們要了解他家庭有沒有家庭語言背景 那沒有的話 你要讓他吃得了的話 你就要用說的讓他聽 從語音上面去幫助他 不要一下子逼他去認知 那吃得飽的話呢 就是你要幫助他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有充實感 那吃得好的意思呢 就是說因為有一次我的朋友就說哎呀 我夫家每天都在像過年一樣吃得很好 那我就不懂他的意思啊 我就追問 我說你說每天都吃得很好 是什麼意思 說我們不是過年才會吃一些鮑魚啊 啊海參啊對不對 所以比較平時不是平時吃 他說我夫家我發現我夫家 平時吃飯都會去吃海參啊鮑魚啊 那就叫吃得好 懂嗎 好和飽是不太一樣的 你追求飽就是 你吃一碗飯也是很飽 那追求好就是你要很精緻的東西 比如說高級詞彙就是要吃得好 普通一般的詞彙就是吃得飽 或者我說如果他會在生活裡面有一些成語的話 其實就是吃得好 如果他只是講話 但是完全不懂成語的話 就是吃得飽 好 瞭解嗎 我在美國教他們AP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個等級的 有些小孩子他其實已經在五級了 我給他聽六級的錄音 你知道小孩子下課追著我 要教他們什麼嗎 教成語 因為他發現老師你總是給我五分 然後你給我聽到六分的那個 我也講得出來 不過六分的那個呢 裡面他講的一個成語呢 我其實我如果學成語我也會用 可是因為我沒有背過成語 所以我不會用 所以老師你教我成語 他真的是追著我 要講 你看他學習的動機有沒有出來 因為他發現如果他會一點成語 賣弄一項成語 說話講一兩句成語 哇 那個程度就不一樣 好 那這個就是吃得飽和吃得好 中間有一點差別了 對不對 像成語就是高級的詞彙 好 我想請問老師你們在座 一般般的詞彙和高級的詞彙 你們會 有時候你們教學 我們會給學生一些詞彙嗎 對不對 好 你能不能舉一個例子 來我們後面那位老師 可以嗎 你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你給學生的時候吃得飽 你就給他一般的詞彙 對 那對於那些比如說中文來的孩子 你就讓他吃得很好 對不對 你可能給他一些比較高級的詞彙 比較 像成語啊之類的詞彙 你舉個例子 隨便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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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词汇 对于程度好的 可以学习的 你给他的词汇可能比较高 比较难一点的 那对于一般般的学生 他只要讲出最基本的意思就好 比如说功德心 这个是高级的词汇 还是普通的词汇 高级的词汇 那如果你对于程度不好的人 你叫他讲出功德心 他可能讲不出来 那你不讲功德心 你可能会替换一些简单的词汇 你们会换成什么词汇 参加 参加 学生程度一般般 你可能就不要用功德心 你就跟他说 你可以用举例的方法 你可以说 他在外面不会乱丢垃圾 他看到垃圾会捡起来 这就是有功德心 对不对 他会照顾整个环境 有一次我看到小朋友 我们当老师都有过坏习惯 会去拐人 就像朋友吃面包 那个纸就丢下去 我就说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的老师是这样教你的吗 他怎么会 就把他再捡起来 我也没有妈妈他 我只是问他 你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他其实就知道了 所以有时候呢 像这些行为就是没有功德心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说 以为新加坡是很干净的地方 可是事实上 有一次 我们院长要带我们去捡垃圾 我心里想 你不是说新加坡很干净吗 外面怎么可能捡到垃圾 就真的捡了 然后捡到七十六公斤出来 年来啊 那天那个 清洁后还没有清洁 就被我们清洁过了 所以其实 在新加坡 他的干净是人做出来的 你懂吗 由人去把它 他用大量的人去把它扫出来的 所以并不是说 他人都很有功德心 不去丢 我们都是能看到人家喝完了可乐酒 车子来了 他再把它放到旁边 他就上车了 他并没有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有没有一个好奇怪 那这里呢 有一个图就是给你们看 你们觉得哪一个是 差异教学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对学生很公平 我们就看上面这两个图 我们觉得我们要对学生很公平 我给他一样的东西 或者我会因为学生不同的情况 我给他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给他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很矮的小朋友就完全没办法看到 然后我给他多一点阴价 我给他比别人多一个阴价 那这个高的我可以不用理他 不用给阴价 那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比较符合差异教学 老师都变得出来的 这个对不对 就是他需要的我们多给他一点 可是他不需要的我们可以少给他一点 这是Scafoling的阴价 那这里呢 这个图呢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老师的角色 不是帮学生学习 而是我们告诉他 你伸出手来 就可以摘到那个苹果吃掉 那他伸出手来 摘不到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你会帮他把苹果摘下来 还是给他一个Scafoling 给他一个银架在这边 帮他垫一个梯子 让他自己上去 对不对 那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些挑战 如果你跟他说 你把天上的飞机 星星月亮 风风摘下来给老师 结果会怎么样 这个挑战是不是过高 不可能达成 对不对 他会看看天上 回来玩自己的事情 他根本不会理你 因为你给他的挑战过高 所以我们要给学生的挑战 要很适当 适当要什么程度呢 他要很轻易的 他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是适当的 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在玩这个动物游戏的时候 我有很难的动物 是生活里面 或者因为你们刚刚讲的大象猴子这些可能都是比较普通的动物 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 如果我们用很难的动物 你们没有看过的动物 可能大家就完全会迷失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重点 好 那这个简单来讲 我们就说知道学生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种族会不一样 我们刚刚说印度族比马兰族的人要学华语 印度族哪一个族裔学得比较好 印度人 对不对 那西方人学华语其实是更难的 那家庭语言背景 父母的教育程度 还有个人的能力 我想请问你们 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参与教学会 会看他的遗传 会看他的家庭 还是比较去看学生个人的问题 会去看哪一个 家庭 家庭 昨天我就问了那个印尼老师 我就说 哎 你们选的那个 你们选的那个 就是说 听说你雇一个人大概和台币啦 四千多块算是很便宜 因为台湾都要三万块 我不知道这边 因为这边印尼盾很大 我算不出来 你乘以500文化是多少 200万还是多少 好 那要这么多钱 那有一种就是培小孩子去读书 对不对 那我就说 那你这种培小孩子去读书的 这个 这个好像穿护士服的 穿白服的这样 是不是就可以教你的还是 他说不是 我要另外找家教 好 你们知道有这种背景的 在印尼其实蛮普遍的 对不对 他可能家里有一个做家务的 有一个是陪小孩读书的 但是如果小孩子要受教育 还要再找一个家教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跟家庭经济背景的关系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小孩 他可能就没有受到更多的教育了 好吗 好 那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看 怎么样去处理 参与教学 还有参与教学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吗 好